阿圣顿自由灯塔报和引述五角大楼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中国进行了可击落美国卫星的新型导弹的飞行测试 俄罗斯媒体也有类似报道 报道称 中国在2015年10月30号 中国进行了第八次动能三导弹的试试 该导弹是大气层外打击拦截导弹 能打击卫星和进行中断反导 在网络上还有一次导弹轨迹云的照片流传 由美国国防公務官员称 尽管有情报显示 该武器具有导弹拦截的防御能力 但是动能三导弹主要还是用于反卫型 专家分析此次测试 似乎是导弹拦截的最终阶段 在高层大气中进行 美国媒体还透露 新疆库尔勒附近于一号晚上七十左右 出现不明飞行物 在夜空中留下明亮轨迹 有目击者拍摄的照片显示 这种螺旋型痕迹 与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试射时的轨迹非常相似 报道称 此前中国在新疆库尔勒曾进行过多次的 SC-19反导拦截试验 西方情报人员认为 SC-19反导导弹能在距离地面 一百公里以上的高空 拦截来袭导弹或者卫星 这或许并不意味着 中国能阻拦来自美国的核打击 但足以应付印度的中程导弹攻击 并对太空中的低轨道卫星构成威胁 虽然这则情报并没有进一步引起太多关注 因为当前大家对中美关系更多的都放在了关于南海的交锋上 当然 美欧在大西洋的反导演练 主要是针对俄罗斯 俄罗斯用专家回应以表明俄罗斯的态度 然而美国想在太平洋如法炮制针对中国 中国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后就给予了精彩回应 而俄罗斯方面 在10月30号 俄罗斯连续进行了多侧导弹试射 在很短时间内发射了一枚白洋洲际弹道导弹 和两枚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 还有图160轰炸机离海舰队的水面战舰 依次坎德尔K导弹发射车上 发射多枚不同型号的巡航导弹 俄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试射 其海极陆极空极和潜射导弹 从不同地点发射升空 俄国防部声称 这是一次战略导弹部队的常规演习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战略指挥通讯系统 和导弹发射系统的可靠性 演习中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发射导弹 击中了八场指定目标 军事评论员认为 这是一次对大规模全面核摊牌的演习 俄罗斯通过这次演习提醒西方国家 其仍具备强大的全面核战争能力